同学你好 本节我们要讲的是量弯曲时正应力强度的立体 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是一个地摊钢量 那么我们已知它的许用正应力 同时已知量的最大弯曲 现在让我们较合这个量的强度 那么通过上一节学的知识 我们知道我们要较合它的最大正应力强度 那Sigma Max就等于M Max再除以WZ 那其中WZ就是它的康文截面系数 那么对于这道题 我们已知了它的M Max 也就是它的最大弯曲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求出它的康文截面系数WZ 而WZ又是与惯性局有关的 那惯性局又是与整体截面的行星有关 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确定这个截面 它的整体的行星在哪 那这个截面虽然看似复杂 但是它是由两个简单的截面来构成的 首先是外部的这个矩形 那其次是内部的这个空洞也是矩形 那么我们要求出它整体的行星 就可以用一个减法 就是外侧矩形它的行星乘以它自称的面积 减去中间的小矩形它自称的行星和面积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确定出它整体在Y方向的行星 C的位置 它在Z方向的行星是比较好确定的 因为整体这个形状在Z方向它是一个对称的形状 所以它的行星就是在中间的位置 确定出整体截面的行星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求出它的抗文截面系数WZ 而WZ又是和惯性局有关 那么我们就要求出它的惯性局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了 我们要求出这个截面对于它自称行星轴的惯性局 也就是通过C点的水平数值两个轴的惯性局 那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复杂截面是由两个简单截面所组成的 所以它对于中间轴的惯性局是比较好算的 因为我们之前记过矩形截面 对于它自称行星轴的惯性局公式 十二分之BH的三次密 所以我们可以求出外侧矩形对于Y轴的惯性局 和内部矩形对于Y轴的惯性局 我们可以直接来求得 那么通过一个简法 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复杂截面对Y轴的惯性局 那对于另一个方向是稍微有点复杂 因为我们要求出外侧矩形和内侧矩形分别对Z轴的惯性局 那么我们所记的公式 矩形截面对于自身行星轴的公式 十二分之BH的三次密 所记的是整个矩形对自身行星轴 也就是这一个轴它的惯性局 而现在我们要求外侧矩形对于下方这个轴的惯性局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用到了平行一轴公式 原来的惯性局加上小A方乘以大A 小A就是两个轴之间的距离 大A就是外侧矩形它的面积 那这是对于外侧的矩形 内侧的矩形同样的道理 我们通过公式可以直接求出内侧的矩形 对它自身行星轴的惯性局 而现在我们要求出内侧矩形对于下方这个轴的惯性局 那么相应的我们还是要用平行一轴公式 加上一个A方A 那其中小A就是小矩形的行星到整体行星它的距离 大A就是内侧矩形它的面积 那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求出整体的截面图形 对于它行星轴的惯性局 然后我们就可以求出相应的WZ 也就是康文截面系数 它就等于IZ除以Ymax 它的值我们也可以确定 在确定了康文截面系数WZ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正应力较合 用的公式还是我们上一节所学的 Sigma Max等于M Max除以WZ 那其中M Max和WZ都已经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它带入这个公式可以求出具体的数值 然后这个具体的数值和我们的许用正应力进行对比 发现这个数值要小于我们的许用正应力 所以目前这个结构是安全的 那么这道题的要点 首先我们要确定组合截面中性轴的位置 也就是确定它的行星在哪 其次我们要计算出它的康文截面系数 通过计算出它的观性局等等 那么最后我们用之前所计算所得的结果 来对它的强度进行较合 应用它的正应力较合公式 那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了